本集由蔥仔越南包特約贊助播出 Hi, 我是陳老師 記得Subscribe, Like和Share這條片 謝謝你 在讀大學的時候 買了很多商務印書館出的書 一般我都是會看法學的著作 例如是社會契約論,論法的精神 後來因為愛因斯坦的原因 我都有涉獵過一些哲學的書 前段時間先跟大家說完愛因斯坦的那本《我的世界觀》 愛因斯坦曾經說過 他只是相信斯賓諾沙的上帝 所以我又怎可以不看斯賓諾沙的著作呢? 斯賓諾沙是一個荷蘭哲學家 他所處的年代約莫是我們的明末清初那段時間 他十四歲的時候, 崇禎就掉頸了 當然, 崇禎掉頸就不關斯賓諾沙的事 斯賓諾沙有兩本很有名的著作 一本是《倫理學》, 另一本是《神學政治論》 哇!這兩本書真是令我大開眼界 斯賓諾沙是啟蒙運動的先驅 他的啟蒙當然不只是局限在那個年代的啟蒙 甚至你現在去看他的著作 你都會被他啟蒙 如果我出生在當時的那個年代 他一定是我崇拜的偶像之一 我首先要感謝愛因斯坦 如果不是他介紹斯賓諾沙給我 我根本不會接觸到他的思想 因為在那段時間, 其實我還未接觸《神心靈》 所以他說的很多東西, 其實我當作是 學政治學和倫理學去吸收 而當我後來開始學《神心靈》 我才發現他的這套思想是影響了很多人 但凡是那些叫你去相信大自然 相信理性 不要迷信的《神心靈》學派 都是深受斯賓諾沙的影響 很多人是間接再間接受到斯賓諾沙的影響 因為你不知道你學的《神心靈》流派 或者你看的那本書的人 其實他是深受斯賓諾沙的觀念的影響 所以有時知識這件事真的很奇妙 他真的好像有生命力一樣 是會出現新的變體 然後是會不斷地傳播下去 所以今集想跟大家一起回到 《我學生心靈》的源頭 斯賓諾沙的思緒 首先跟大家說說斯賓諾沙的故事 看他的生平的故事已經足夠刺激了 所以我不知道夠不夠時間 繼續說他的主要思想內容 你也知道我一講到要講故事這些東西 我就有時間講了 我先講了結論 斯賓諾沙說 上帝就是大自然 這個觀點就是深深地影響了我 我也是這樣認為的 我認為 神是不會有人格的 那些什麼憤怒的 哎呀好生氣你呀 我要拉你落地獄 我要Punish你 在斯賓諾沙的觀點底下 是不成立的 等下再去慢慢介紹給大家 我們就看看他的生平 做了什麼厲害的東西 他是1632年 也就是崇禎五年的時候 在荷蘭出生的 當時的阿姆斯特丹 是一個很重要的都會區 和商業中心 有很多的西班牙人 葡萄牙人 和猶太人 聚居在這裏 他老爸是做堅果的進口生意的 但凡是一些商業城市 即當時都沒有什麼國際城市 但凡是幾個國家的人 都會在這裏 經商聚居的地方 他們的文化和信仰 亦都會傾向比較包容 所以在這裏 除了商人之外 還有各地被迫害的 異教徒 聚居在這裏 所以自小 斯賓諾沙 就認識了很多不同的朋友 這些朋友 亦都有各自的觀念 和思想 他的母語 是葡萄牙語 但因為猶太人的身份 他亦都懂得 希伯來語 西班牙語 和丹麥語 後來還學法文 和拉丁語 斯賓諾沙大部分的著作 都是以拉丁語來寫的 他自小很有抱負 他說他長大了 要成為拉比 拉比 如果你看過 塔穆德 大致上了解 他是 猶太教中的 精神領袖 或者 宗教導師 之類的角色 他自小 是一個 很聰明的人 所以在他的社區 大家都覺得他以後 真的會成為拉比 後來他老爸死亡後 他就和他哥哥 繼承了他老爸的生意 但他對做生意 一點興趣都沒有 他想去做一些 他自己喜歡做的事 於是他就去了 學拉丁文 這個時候 他約我20歲左右 為何要學拉丁文 因為當時 歐洲的知識分子 他們的通用語言 就是拉丁文 甚麼話 你想讀書 不好意思 你不懂拉丁文 是讀不到書的 我一定是不會和你聊天的 沒辦法 斯文洛沙 只可以找人 去教他拉丁文 他的老師是誰呢 他的老師 就是 馮登欣登 馮登欣登 他是一個 耶穌會的修士 也是一個 激進的民主派 他在教斯文洛沙 拉丁文的時候 也都教了他 大量 迪卡兒的哲學思想 給他 這個馮登欣登 其實都是 當時那些 教會的眼中釘 教會認為他是 迪卡兒主義者 和無神論者 所以他後來出版的作品 都被天主教會 列為禁書 即是他的老師 已經被列為 天主教的異教徒 除此之外 他的很多朋友 都是一些 反對教會權威的 基督教的異見人士 他們經常都會聚在一起 討論一下 教會的權威 和 教條相關的問題 後來他就開始反思一下 自己的信仰 即是猶太教 摩西說的東西 好像有邏輯漏洞 不應該是這樣的 豈有此理 你竟然懷疑我們的 先至摩西 還敢說摩西五經 不是摩西寫的 你真是未被人逐出教了 於是 猶太教將他逐出教了 事源 斯品洛沙說 猶太人迷信無知 根本不知道上帝是什麼 還敢說 自稱自己是上帝的選民 難怪會被其他國家 看不起你 即是你都知道 不能罵的 這些東西 一罵就糟糕了 所以所有的猶太商人 自此都害怕了他 沒有人敢跟他做生意 斯品洛沙 在被逐出猶太教會之前 其實已經 寫了他第一部著作 倫理學的初稿 現在既然被人逐出教了 乾脆搬到一個 小市鎮 一邊做小生意 一邊寫他另一本書 神學政治論 那本書中的觀點 就更加競臭了 既然反了面 直接說吧 政府當局應該要壓制猶太教才行 因為宗教對猶太人是有害的 在他搬出猶太社區之後 他親自去戰衡 基於寬容和仁慈的哲學 不再奉行那些假大空無謂的教條 就算那些看不起他 笑他是無神論的人 亦都無法不承認 斯賓洛沙的品格 十分之高尚 性情 溫口可親 就好像一個聖徒一樣的生活 很多出名的宗教人士 都比不上他 其實有時世界上的事都幾諷刺 最聖結最高尚的人 竟然是 你們口中所說的 就好像當年 那些人說 冒水六君子是賣國賊的 好了 我們大致上 對斯賓洛沙有一定的了解之後 我們就看看他的倫理學 這本書的結構 其實這本書的結構很簡單 只有五個部份 第一章 論神 第二章 論心靈的性質和起源 第三章 論情感的起源和性質 第四章 論人的奴役 或情感力量 第五章 論智的力量 或人的自由 我們現在《傷心靈》裡面 經常都會說 一一切萬有的一 斯賓洛沙 是論證過的 究竟神是什麼 所有宗教都認為 神是一個獨立存在的個體 究竟在我們這個世界 有什麼是獨立存在的 動物行不行 不行 為什麼 因為如果沒有東西吃 動物就不可以生存了 無論你是吃草也好 吃肉也好 而且動物不是石頭爆出來的 它是有老爸老母生的 沒有你老爸老母 怎會有你 所以你根本就不可能 獨立存在在這個世界上 同一道理 你老爸老母也有老爸老母 你的老爸老母的老爸老母 也有老爸老母 你老爸老母的老爸老母的老爸老母 也有他們的老爸老母 秋葵也有媽媽生 菊花也有阿爺 你可以無限向前推 根本就推不到盡頭 所以根本就沒有生命 可以獨立存在 那你說 那些沒有生命的東西 可以獨立存在了吧 石頭可以獨立存在嗎 海裡面的水可以獨立存在嗎 地球可以獨立存在嗎 雖然它存在的時間可能比生命更加之長 但它不是自己突然間出現的 石頭也是由岩漿變出來的 就算是外星 有顆碎星充滿水的 然後撞到地球才有水 那些水也是從外星來的 你也要有外星才可以來到的 無論是有生命的東西 還是無生命的東西 所有的實體 它們之間都是相互依賴 相互有關聯的 它們是不可能可以 在其他東西裏面獨立出來的 你將這個概念擴展到宇宙 其實也是一樣的 宇宙裏面 是沒有任何的東西 可以獨立存在的 宇宙裏面的萬事萬物 亦都是相互依存的 所以整個宇宙的實際上 只有一個實體 這個實體就是宇宙的本身 我們所見到的所有的一切 都只不過是這個宇宙的其中的一個部分 好了 關鍵的問題來 神是什麼? 是存在在這個宇宙之內 還是在這個宇宙之外? 它會不會是這個宇宙之內的東西? 很明顯就不是 存在在這個宇宙之內 它就是會死 很明顯就不對 你何時看到神會死? 如果它存在這個宇宙之內 那就是有人生他出來 那誰是神的爸爸? 你不要跟我說是耶和華 因為宇宙之內的東西 都是有限的 而我們所認為的神 是無限的存在 所以神並不是存在在這個宇宙之內 你可能會問 神當然不是這個宇宙內部的東西 祂是這個宇宙外部的東西 是祂創造生命 是祂創造自然 是祂創造宇宙 但是神是通過什麼方式 創造了你出來? 是通過你爸爸媽媽創造你出來的 那你爸爸又是通過什麼方式 被創造出來的呢? 是通過你爺和你媽媽 創造他出來的 神祂不是叮一聲變你出來的 你的一個細胞 創造了另外一個細胞 再由這兩個細胞 創造了四個細胞 再由這四個細胞 創造了八個細胞 再變了十六個 三十二個 最後出現了你 你的這條生命的本身 就是通過其他的生命 創造出來的 你的這條生命也會跟其他的生命 創造新的生命出來 所以創造生命的力量 並不是在外部 而是在內部 並沒有一個實體創造生命 而是生命不斷地創造生命 如果我們將這個道理延伸去到宇宙 其實創造宇宙的力量 也都源自於宇宙的自己 並不是在宇宙之外 愛因斯坦最著名的一個方程式 E等於mc square 也就是質能手行定律 這個方法告訴我們 能量也就是E 以及質量也就是m之間 是可以互相轉換的 在太陽的內部 氫原子核通過核聚變 生成氦原子核 在這個過程中 有一部分的質子和宗子 將他們的質量轉化成為能量 而這種能量 就以光和熱的形式 輻射出來 也就是說 質量是可以變成能量 能量也是可以變成質量 宇宙裡面的萬事萬物 他們只不過在變化他們的形態 現在它不是以質量的方式存在 而是以光的方式存在 而在另一個地方 某一些光 可能不再以光的形式存在 變成質量的方式固定下來 這個就是宇宙裡面 萬事萬物的運作規律 就是他們形態互換的一種規律 宇宙之外並沒有什麼 創造了宇宙 而是宇宙的自己 根本就不需要有一個愛力去創造這些東西出來 他們自自然而就懂得變來變去 就好像生命不斷地在創造生命一樣 整個生命系統和整個宇宙系統 它本身就是一個互相轉換和手行的系統 所以從這個角度看 神也並不是在宇宙之外 所以最後的結論就是 神既不存在在這個宇宙之內 也不存在在這個宇宙之外 祂就是這個宇宙的本身 而無限的存在 只有一個就是這個宇宙 所以這個宇宙就是神 神就是這個宇宙 就是大自然 世間上的萬事萬物 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都是宇宙的一部分 都是神的一部分 大自然、宇宙和神 其實本身就是同一個概念 既然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那就代表每個人都是神的一部分 每個人的內在都會有神星 神根本上就不是在宇宙外面 相反地 你就在神裡面 任何將神人格化的學說 都是錯誤的 神怎會發怒 怎會懲罰你 這些只不過是大自然的規律 人之所以會有一種錯覺 覺得神是有意志的 是源自於我們的一種情感上的投射 一個簡單的例子 其實對於你家裡養的舊狗來講 或者對於剛剛出生的BB仔來講 他們都覺得你是神來的 因為你肚子餓 你就會變些東西給他吃 想玩什麼就變些什麼給他玩 他要什麼你都可以給他 所以在我們的思維裡面 我們經常都會想像 有一個外物 是會賜予一些東西給我的 他是很仁慈的 但同一時間 我們亦都會認為 神是會生氣的 他一個不高興 是會拿大洪水浸死你的 其實跟爸爸媽媽跟他說 你不乖不吃飯 我就不帶你出去玩 我收回你的玩具 扔完你的Switch 從前有一個小朋友 他很喜歡說謊 最後他死了 其實整件事是一樣的 恐懼是宗教吸納信徒的其中一個手段 他們最喜歡利用罪惡感 令到教徒守規矩 然後他們又會跟你說 不是的 我們的宗教是靠愛傳遞的 我們是不靠恐懼的 但當你不守教規的時候 他就會跟你說 你這樣做是會落地獄 和被火燒死的 因為上帝愛你 他愛你才會這樣做的 愛之心責之切 他不愛你是不會燒死你的 感恩啊 我很害怕 自然只不過是純粹的因果法則 所以任何的自然事件 都不會有目的 或者善惡 獅子吃斑馬 洪水浸死人 並不是因為大自然邪惡 只是因為作為觀察者的我們 覺得他邪惡 大自然的本身 根本就沒有善惡的價值判斷 善惡只不過是人的主觀評價 斯坦洛沙認為 宗教是用情緒來控制人的思想 最終的目的是要散奪國家的權力 所以他之所以批判宗教 除了因為不想令到大眾迷信 亦都希望人能夠得到思想上的解放 可以有更多的自由 去探索哲學的真理 人的命運並不是糯米計 不是整定的 但是會有因果關係 你今天所做的這個決定 是未來的某一件事的原因 而你今天所經歷的事情 亦都是你之前所做的某一件事的結果 如果我們可以用我們的理性 認識到大自然背後的必然性 其實我們就已經連接到上帝 我們就已經理解到 最高層級的知識 當人接觸自然的時候 認識大自然的規律的時候 你會產生一種深深的幸福感 就好像愛因斯坦 他一發現一些物理定律的時候 他都感受到一種深深的起源 所以科學的盡頭 其實就是對上帝的最透徹的理解 科學家才是真正意義上面的神學家 沒有人會比了解自然規律的人 更加了解上帝 在我們的生活之中 有時會遇到好運 有時會行衰運 這些事件的出現 會挑戰到我們對我們人生的那種掌控感 如果你一世好運 其實你是不需要去尋求些甚麼解釋 你想當然的 會認為這是因為我自己的努力 是我應得的 但如果你一世都很努力 但經常都行衰運 那你就會開始懷疑人生 是不是那天不喜歡我 是不是我做錯了些甚麼 是不是有些甚麼外力 在干擾我的生活 例如是惡靈 神 前世的罪孽 我今世之所以行衰運 是因為我前世做了壞事 當你相信這種外力存在之後 那你就會進一步相信 可以用某一些方法 來控制這個外力 例如 劏雞還神 活人獻祭 用黑狗血來辟邪 用這些癡善的方式 用來平息所謂的神的憤怒 你想想如果你要用雞鵝鴨 來去拜神 你可以獻祭給祂的 你真的夠膽想像 你在拜的那個是神? 祂不是一隻吸血鬼? 在這個過程中慢慢建立一種主從關係 只要我相信這個神 我獻祭這個神 我就可以主導我自己的運程 人之所以會做各種各樣的儀式 其實就是為了 尋找失去的掌控感 我們並不是因為發現到這個世界的美好 而主動用理性去行善 而純粹是希望通過宗教 去找回自己失去的主導權 但是一旦 當人找回自己生活的主導權的時候 他們就不會再花那麼多時間 拿宗教來尋求心靈的位置 以前行衰運的時候 一天去十次教會告解 現在 就十天都不去一次 啊 那怎行? 那宗教組織 不會失去一大批的信徒 所以不行 於是宗教組織 就發明了各種各樣的律法 儀式 和宗教思想去控制他的信徒 確保那班人 就算在人生裡面 風平浪靜 也都會繼續信仰 就算出現戰爭 君主做錯事 社會動盪 那些人都不會責怪統治者 不懂治國 只是會責怪自己 哎呀 我是不是 在做討告的時候 的方向錯了呢? 肯定是我不夠神心了 一定是那個死人陳老師 整天開口埋口 就在嘲笑神 是神懲罰他 然後懲罰我們 他真是撤罪人 是他搞到我們國運不戒 厄運連連 是他搞到我們經濟那麼差 燒死他 這一個 是上天對人類的懲罰 來吧 讓我教你 如何在死後上天堂 對死亡的恐懼 對來生的恐懼 亦都限制了人的自由 如果一個人 在在生的時候 經常都想著 死了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下一世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的行動 就會被這些想像所限制 如果我們一世人 都身為恐懼之中 很怕死後會被懲罰 那這個人 永遠都不會獲得自由 他只是一個 被情緒勒索的人 斯彬洛沙把這種人 稱之為奴隸 那那些君主見到 哇 厲害啊 教皇果然了得 我們合作吧 所以一直以來 宗教問題 其實是一個政治的問題 想推動宗教改革 實際上 就相當於推行政治改革 其實這一種善惡觀 是錯誤的 我們並不是真是 理解什麼是善 什麼是惡 而是基於恐懼 而不状惡 我們只不過是被恐懼的情緒 牽著鼻子走 所以斯彬洛沙的認為 這些這樣的觀念 其實是愚昧的 如果我們想別人行善 我們其實可以用理性 去論證 告訴別人真正的道理 而不是通過這些情緒勒索的方式 去令你不敢状惱 如果我們可以用理性 去說服到其他人 愛護我們的輪舍 愛護身邊的人 是一件好事 那麼我們就不需要再人格化一個上帝的身份 去恐嚇你 去懲罰你 或者是獎勵你 這些這樣的學說 只會令到人越來越迷信 越來越不理智 正確的做法是應該提出論證 令到人可以服從理性行動 這個才是真實的宗教 而猶太教教的跟他說 如果一點是純粹是用理性去行善 而不是通過你的信仰去行善 這樣是不會得到神的祝福 神經病的 這個神是不是有病呀 我的終極目的是讓人去行善 哦 他是行善 但他不信我 那就不會祝福你了 對你買東西的時候 人家一笑口對著你 然後你說不買的時候 說髒口罵你有甚麼分別 所以有時不是說我想取笑宗教的教義 而是你在说什么 如果你在教导神学的时候 你所用的方式是用论证的方式 以你服人 而不是每次搬上帝出来吓你 你不可以不敢做 你不敢做 上帝是扭扭住你的 上帝说你要敢做 你不敢做就不行 那其实你究竟知道自己在信什么 论证完神之后 斯彬洛沙又开始论证神迹 主能够主能够我知他能够 我知救主能够带我经过一切 他已知破碎心灵 是秘路者自由 他是核智能再看见闭智 再能行走 是的 神不单止可以令到猛人开眼看东西 令到悲惊的人也要走路 这样也未够 魔西飞一匿轮棍 红海都会两边分开 然后又出彩虹又成 神迹真是伟大 自然科学强调有果必有因 一切的现象都可以还原出某一个原因 如果超自然现象存在 那就代表有某一种的外力 是可以干扰自然的运作 而如果神就是自然的本身 就是宇宙的本身 又是有哪个那么有power 有那么大的能力 连神都可以干预到 这件事根本无法自圆其说 如果上帝需要不断地介入人类的世界 去展现神迹 即是代表神创造的东西并不完美 需要不断地收收保保 那上帝为什么不一开始 就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呢? 如果神连一个这么简单的完美世界 都创造不了出来 那他是怎么配是神呢? 很多人说 那是因为他要考验人类 这个说法就更加荒谬了 你会不会因为想考验 你的儿子督着他的眼睛 然后看看他能不能生起眼睛 你会不会为了考验他 拗背你的脚 看看他能不能走到路 其实摩西带犹太人 那么辛苦出埃及 又要努烦神分开红海 让他们走过去 搞那么多事干什么 直接送他们出埃及 走都不用走 瞬间转移 这些故事我不是不想相信 而是真的信不下 其实你用脑去想想 就知道他是一个神话故事 所有的超自然力量 都只不过是因为 当时那些人的知识水平的限制 而导致误会 万物都会受到自然规律的影响 如果这个世界上 需要有某些东西 不受自然规律的影响 以超自然的方式存在 那为什么神不让这件事 本身就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呢? 相信神迹 相信奇迹的人 不代表这个人是虔誠的 它只能证明这个人的无知 它不能理解自然界的因果关系 就像我看到闪电之后 我跟我的女儿说 爸爸当时摊一下手指 就会砰一声 然后过了一会儿 他真的会打雷 我女儿就觉得 哇!很厉害啊! 爸爸! 你真的摊一下手指 那天就会走雷的了 所以你不要跟你的同学说 其实爸爸是一个vampire 我可以控制到自然 真的吗? 是的! 不要告诉别人 统治阶级最喜欢利用大众的无知 那他们就可以利用超自然的现象 去控制自己的信徒 你不捐钱给教会地震 你看看死了多少人 一天都是你不捐钱 上帝他生气了 他要介入我们人间 本来我们可以自己搞定 你就是不听我说 现在神要插手下来了 斯品乐沙认为 相信超自然的力量 是对神的洩毒 神既然创造了万物 他创造了自然法则 为什么又要创造一些 违反自然法则的东西 去反对自己呢? 很好玩吧? 就好像我跟女儿说 今晚我们定着规则 10点钟就睡觉 然后到10点的时候 耶! 我们不睡觉了 我们要违反规则 是不是很惊喜 我竟然违反了我自己定着规则 有神迹的出现 就证明了上帝他不完美 因为他需要不断去维护 他创造出来的世界 你想想 如果你用几百万 买了一部 堪称完美的奴斯莱斯回家 然后三天跪下一次 四天脱脱 你想想你会怎么看这间公司 我不如留钱去买比拉迪算 反正脱脱也会脱 所以宣扬神迹 就相当于宣扬上帝的无能 和不理性 哇! 大逆不道 你这样还不是对上帝的泄斗 所以无论是龙卷风 洪水和地震 为了维护上帝的权威 你应该找一个大自然可以解释到的原因出来 而不应该去数珠超自然力量 当你数珠超自然力量的时候 就相当于你怀疑上帝 既然上帝就是宇宙 就是自然 所以世界上所有的事情 都必然会遵守自然法则的运作 所有事情的背后 都会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世界上不存在偶然 如果你认为那件事是偶然 只不过是你还未发现到它背后的原因 斯文洛山的作品 还有很多很多很精彩的地方 而且他身为一个哲学家 每一个说法 他都有很严谨的论证 并不是脱口说书发情感 所以 如果你真的对神 身心灵 宇宙 大自然感兴趣的话 你一定不可以错过他的作品 好了 我们马上来到上集评论的时间 Susan 说 你好 陈老师 我是一个九十后一个人住 现在的我 什么都不需要 觉得很满足 很开心 多谢你 这样的年纪 可以有这样的体悟 真的很厉害 Dealio 说 陈老B 可不可以有空 整个走路引渡 想玩一下动态冥想 好啊 研究一下 Alex 说 刚刚一路做家务 一路在听 去到三十六分钟的时候 已经熟了很多 请问有没有多些关于Friends 的集数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 可以不停的重复呢 多谢你 Friends 在很多串流平台 其实都可以找到的 但是 你说又要教两倍速 更加快的速度 然后不断重复重复 其实你真的需要自己去做 虽然说这些方法 不是只有我一个用 但不同的人用的影片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没办法 周围所有的影片 都可以做到这一样东西 自己辛苦一点 做几集来玩一下 没办法 阿Dick 说 你将Wonderful 翻译为探为观止 真是高手 我听到你唱的那首歌 雙雙 让我帮你用量子Vocal 屈机法 帮你打嗨你的智慧 哈哈哈 你感觉到我帮你打嗨 哈哈哈 慢慢嗨又可以 即刻嗨亦得 嗨左 就算我现在身处北海道 也可以感受到你那些很嗨的声音 哈哈哈 在我的加持下 下一次你再唱这首歌的时候 一定会更加之好 一定唱得好听过 Jean Lee 相信我啊 See you next time please 记住啊 相信你的身体 你又会做得到的了 李星辉就说 有道理 Jason就说 大家都是因为这个frequency 而吸引回来的缘分 继续向上进步 是必须的 Jeff就说 喂 陈老师 我们不要在这儿申猫尾了 后面那段文字 直接帮你消音 无论哪个捐的都好 其实是一样的 不需要分得那么清楚 这是我和你之间的一个合力 产生的结果 Suzanna就说 绝对同意 要表里合一 内心不想做 就不要勉强自己 活着 就要为自己而活 是的 说得很好 Doris说 我很喜欢你在频道中 读的书的责要 你有一种令人难以自信的能力 可以理解任何书中的概念 并且将他们转化成为 幽默和简单的语言 下一份很棒的礼物 我真的很佩服你的创造力和技巧 作为一个听众 我都能够在你的工作之中受益 非常感谢 多谢Doris的认可 不料就说 我见到一位Superfans的金主大人 Chicken 难道你就是冲仔? 没错 他就是冲仔 原来我和你的频道里 都有很多共同的观众 你们都很有善心 祝福冲仔 祝福徐老师 快点去到十万订阅 感谢认识你们 我都很高兴 这个演算法令到我们相遇 不料 我们看看未来有没有机会 一起合力做一集的节目 我们看看有什么话题可以说一下 樊坚小玲说 今天晚了上班 遲了听你的节目 继续打卡 KS 说 曾经我的座右铭就是 我什么都害怕 只有死不害怕 试问一个不怕死的人 他的工作态度会如何?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是有原因的 难得遇到一个自认为 是问题解决大师的人 你跟我一样 来来来 握手 Rain on me 说 这条片很好 希望父母子女都一齐听 Fiona 说 陈老师 在你过往的阅读当中 有哪三本书最可以影响到你的人生? 第一本 就是张德勋的 《遇见未知的自己》 第二本 就是张德勋的徒弟 劳一灵所写的 《与生命和解》 第三本 就是杰德麦肯立的 《灵性开悟不是你想的那样》 这三本书 是对我来说 很重要的书 周小龙说 原始野人 和文明受教育的人之间的比较 对 Cat 说 好心理 忍不住 整天 说一说一说 扮风趣 扮声 你扮声好作状 好难顶 多谢你把很多人的心声说出来 Linda 说 好正 Pearl Lovely 4074 一口气听了三章 等不知要看剩下的章节 顺便说一下 你的演绎就好像听广播剧 把我带回去童年 我真的很喜欢你的聚述 做得很好 我会探讨一下你其他的主题 他们都是我很喜欢的作品 多谢Pearl Winco 说 多谢用心制作 和分享实用的东西 还要是广东话 希望你真的可以一直继续着 会的 Lay Jin 说 Hong Kong People 说 少有的高质channel 齐老师 其实好爱世界 好爱世人 是不是 这么紧要 多谢大家的包容 就是真的 多谢大家 不介意我的时候 拿一些 可能是 在很大眼中 不容 拿来开玩笑的东西 去开玩笑 Suki 说 我想知道 怎样听粤语 死了 这东西真的 考起了我 如果你要 要我教别人说广东话 我反而真的 不懂教别人说广东话 Albert 说 没有广告 陈老师靠什么收入 是的 是的 我也是靠一些广告 多谢你们的理解 Botai 说 恭喜有赞助 是的 恭喜 我也恭喜自己 我终于有今天 Scarlet 说 Thank you 多谢你每天都过来 Chipom 说 太好了 我很喜欢这一类话题 鬼谷神数预测 我是因为《御神对话》三部曲 开始听你 你用广东话说得非常好 三部曲全集 我一共听了两次 另外也有去找一下 你推出的书来看 例如说 博弈论与生活 还有就是你说黑魔法 那一集 真是很适合听 只要心无畏惧 就没什么好害怕 真是多谢你 祝福你早日出少点片 第一次留言 先说这么多 再一次多谢你 《御神对话》 《御神对话》 有没有广东话听书 可以推介一下 其实Podcast 如果你是用iPhone Apple Podcast 里面有很多 广东话节目 如果你说App 起码 的App 都有很多广东话节目 因为广东话市场 实在太小 大部分人都走了去录小说 很少正正经经的 找本书来读 所以其实会比较少 真的难找的 Flora就说 义务主义 其实都挺实际 危急的时候 才会知道自己救谁 不能计算 帮自己或帮人 都一样是慈善 有什么分别 对 说得好 其实对自己诚实 就是 Cat Daddy Mel 就说 当你完全明白可乐邪恶的地方 你就连一次都不会喝 我超过30年都没喝过汽水 我完全不觉得自己出了家 16个小时不吃东西 你只是说168 168一点都不极端 不过我很明白 你是要保护自己 所以才这么说 睡觉都睡了8个小时 所以168其实一点都不难 是的 我说这些主题一定要说 因为有些人 如果他对这些健康资讯 没有过累过的话 没有自己思考过的话 很容易就会跟着去做 如果我不提醒的话 其实就是我的 我可能会误导了别人 所以没有办法一定要提醒大家 这些方式 你一定要问准自己的 营养师 或者医生 才去做 我就是Grace的支持 辉记说 要达到她的支持才行 是的 记得达到她的支持 冲仔的越南包 Flora说 学下折拳道 以无法为有法 以无限为有限 不要沉迷在学中的这些东西里面 Grace就说 好多谢你介绍这些这么优秀的书 I got two copies already Love your style 多谢Grace Karen就说 神老师你好 多谢你的分享 请问你有没有讲过秘密这本书 没有这本书没有讲过 多谢Joe的Superfacts Queen P就说 整天重复又重复讲太世 为什么不讲形势呢? 我想因为是翻译的问题吧? CC Lee就说 马基为利 善美除恶 恶美除善 Waigraw就说 awesome channel 多谢CC Winky就说 请问可不可以讲下思考置库? 好啊 这本书我也有 不过就没讲到 稍后安排一下 Sankarnakmover就说 多谢你快速的回复 我真的很喜欢你的channel 但是我的广东话很差 有很多的词汇 我都需要用很长的时间去理解每一个句子 你会不会有一些英文版的书评的节目? 我住在多伦多 是一个完全的CBC 我妈妈的英文就很差 我的广东话就很差 还有啊 你有没有什么社交媒体可以去follow你? 我想我已经成为了你粉丝了 好鬼死感动啊 Jim就说 感谢万分全部听完 多谢你 Kenny就说 冲仔月南包这家很出名啊 啊 好夜啊 啊 Zu就说 自问是一个对人很好的人 但是年纪大了 开始反思 究竟我为什么会对人这么好呢? 其实到底是出于什么动机呢? Scikid就帮我回答 会不会可能是你都想对方这样对你呢? 純粹是讨论而已啊 没有对错 我觉得都说得很对的 Gbees就说 那你有没有听其余那些时候啊? Paul就说 你是陈老师? 陈老伊? 还是陈老师呢? 中文果然博大精心啊 Perlina就说 我今年五十岁 香港出世 住在加拿大 毕业于DGS 香港大学 这一切都是一些荒谬的身份象征 我非常之喜欢你的channel 并且从中受益 我只是想跟你说一声多谢 你对自己的出生地感到不自在 我感觉到非常震惊啊 需要再洗下脑 多谢你的教导啊 多谢Horror的支持 Car Quark就说 不懂 Wilet Blue就说 我身边的人 既不同情也不共情 所以接受寂寞 接受不被理解的感觉 找到一条自己的路 做一份有意义的工作 拥抱自己的生命 对啦 自己开心就是啦 Rachel说 早出片早享受 Zuzu就说 葱仔越南包超好吃啊 Chris说 完全没有声音 那就证明你是第一个听 第一个听的 通常都会说没有声音 可能是 影片还没上传 Edmond说 有几幽默的 Wallace说 越来越喜欢你说书 近日激起了阅读的乐趣 忠心感谢你 多谢你支持 Wallace说 虽然不知道Adobe是什么 software 但我会去试下的 尽快开始学习 希望四个月之后有成果 Adobe不是就是你平时 那些我们平时说 用Photoshop 那间公司做的所有的 Software 都是那间公司 什么AE AU PR 这些经常都用的 展开片的人都知道 我在说什么 好了 我们看看Podcast那边 Mirror仔说 人性本善亦本恶 万物 没有单一性 总结得很好 吴齐的女朋友说 希望英文也有进步 接着听友507061784就说 好听啊 唱得好听啊 我支持你做歌手 多谢你 接着 爱丽丝卷章瑜 这个节目是不是欧錦棠主持 哈哈哈哈 米兰太阳神就说 没错啊 打工都是为了 赚钱去养活自己和家人 为什么要做到天天夜夜都不停 例如我们公司的同事 在跟着一些地产工程 几乎每晚都要OT 不是这个工程要开会 就是下一个工程要开会 而且开会的时间 都是在晚上六点半之后才开始 有时做research的同事 马黑十二点都还在 被人追着地改资料 完全是反人类的行为 神经病的 不用照顾家人和有私人空间吗? 好像我这些虽然都忙 但每天都很准时 会提早三四五分钟收工 临收工忽然有事 明天才处理 我是公司里面的疑慮 这样才懂得享受生活 我支持你 今集的时间就到这里 差不多了 如果你觉得本集的资讯帮到你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like和share这条片 按下小铃铛 加入会员频道 或使用小铃铛 赞助我的制作 我是陈老师华 明天会再见 拜拜